你看像这个 它细胞质里面不是有很多空泡样的东西吗 对啊 其实都看不到什么的 对 它和人不清晰 然后包着空泡样的颗粒出现 基本上这个细胞就是离死不远 本来我是临床上就是比较频繁的一个外科医生 经过疫情这几年 然后也经过我在隔离酒店做防控管理工作 这么长时间的一个阅历吧 我觉得我对医生的理解就不太一样了 比如我会觉得医生其实责任很重大 我会觉得我自己其实有很多不足 这也是为什么我想继续攻读博士的原因 来自台湾的吴淑宁 是广州济南大学的再读博士研究生 在实验室内进行细胞RNA提取实验 是他脱产学习后的日常之一 五年的工作经验 让他在实验室里既是老师的学生 又是师妹的前辈 2016年获得医学硕士学位后 吴淑宁加入深圳前海蛇口自治区医院 成为一名甲状腺乳腺外科主治医师 专业的医疗水平和良好的服务态度 让他深受患者欢迎 是一个患者 他就诊以后对我的一个网上评价 他说本来是从网上的评论 看到吴医生的介绍来看诊的 他原本是以为要遇到一个中国好医生 结果不是 他遇到的是世界上最好的医生 怀揣理想 披上白衣 吴淑宁的职业道路刚开始一段时间 就遇上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而原本计划回台湾休假的他 选择留下 与同事们携手抗议 当时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想法 当时就一个念头 疫情爆发了 情况是非常紧急的 那我就想肯定患者会很多 医生可能会不够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医生的话 我觉得就一不容辞 肯定只能回到工作岗位上 过年嘛 就是虽然是好几年没回去了 但是再缓一缓也可以 毕竟现在回台湾是交通非常方便 所以当时就是选择回到岗位上 面对疫情 在医学隔离酒店管理中 吴淑宁充分借鉴临床管理经验 运用现代信息化技术 与团队从无到有 制定了港前培训方案 创造了隔离酒店防控管理的标准化模式 一开始我是被医院派遣到隔离酒店当住点医生 主要负责隔离人员的医疗保障这一块的 后来呢就逐步接手了隔离酒店的防控管理工作 先从一家酒店开始到很多家 一直到最后我们医院负责的所有的隔离酒店 都是我进行一个防控管理 隔离酒店住点的医生来自各个科 那么我们会制定了一个港前的培训 他们在上港之前的话 对于隔离酒店的他们的医疗工作职责 是进行一个培训的 培训完之后我们要进行考核 然后当时因为疫情是比较多变的嘛 我记得是隔一段时间就会出一个新文件 它的管理模式其实一直不断在变化 所以呢我们作为隔离酒店的医护人员 也是要去跟上国家制定的这种防控的政策方针 去紧跟着做变化做调整 所以他们在港期间我们也是要定期培训 还要定期考核 如今在大陆生活11年 在无数年眼中 台湾和大陆都是他的家 每年春节回台湾探亲时 他都会与亲戚朋友分享在大陆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 因为每年过年一定是会回台湾的嘛 他们就会问我在大陆的情况 一开始他们其实是比较担心的 然后也不是很看好 后来的话因为逐步的沟通 他们看我一步一步的发展 他们现在也对大陆的一个情况有改观 可能觉得我在这里发展的也不错 如果是对现在还在台湾的一些青年的话 我就会想告诉他们说 其实现在大陆的整体发展是非常好的 尤其是我生活的这一块越港澳大湾区 它其实是非常发达的 交通配套设施非常的完善 而且像深圳广州 它其实是市场非常大 就业的岗位也非常多 我非常希望他们有机会的话 能够过来看一看 考虑过来发展 其实两岸的发展 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 其实我们的家族里面呢 我也是有堂妹啊表妹 他们其实已经在大陆读书了 有一个是在上海 然后还有一个也是在广州 然后他们其实也有考虑过 就是未来是不是 要搬迁到大陆来定居 因为毕竟他们的小孩 已经在这里读书了 未来工作呢 也会考虑在这边 物品牌